好我們來關心懸見消息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現在有這個民調高高低低的陳時中 他說他會用政策來支取支持 那麼他就說 現在藍營的民調港湖支持第一 也是很彩皇珊珊 但是他說民調其實總是起起伏伏的 今天高明天可能會低 那他說他要用政策面要端出牛肉 希望可以獲得選民的青睞 而至於呢 柯文哲就酸說 這個當台北市長低一點 就是年齡不能太大 身體要夠好 因為在台北市首都當市長的壓力極大 他說他呢 這個是頭髮也是白很多了 那麼來看賈旺安 他說陳時中喝完酒之後 還要面對疫苗門的問題 這個同志議題 他是用最實際的方式 他就特別說了 他過去是投下了這個用 贊成支持的方式 來表達對同志朋友的支持 所以他也說 現在也不一定呢 同志朋友一定是支持這個陳時中的 那麼民進黨高層呢 則是說這個綠營 這個我們看到的是 現在疫苗啊 還有這疫情的議題 已經成為一個意識形態之爭了 他說只有藍營的支持者相信蔣萬安 一般的民眾很難有共鳴 好真的是如此嗎 歡迎大家來留言了 那麼我們就來看到了 是陳時中還是沒有公開採購的疫苗價格嗎 強調呢是沒有國家會公佈單價的 指揮官王必勝 鄭左眼跳出來說公佈單價等於是你是違反契約了嗎 是要重罰的 被炮轟指揮中心呢 淪為陳時中的競選辦公室違反行政中立 而之前陳時中呢不看好的中國大陸的科興疫苗 國藥疫苗卻是有揭露單價 難道是高端不如中國大陸疫苗嗎 他怎麼回應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 現在陳時中就是結合行政部門民進黨黨團 想要織首遮尖而且謊話連片 我們看到他卸下衛福部長的時候 衛福部還用公堂幫他辦出書幫忙造勢 而且當時衛福部還私下通知媒體要召開記者會 說明疫苗採購為何封城30年要幫他開拓 這就完全違反行政中立 現在就是黨國不分 我跟你講喔 如果比世界便宜早就公布了嘛 要封存30年一定有問題嘛 用膝蓋想也知道嘛 我真的你要是你買的比人家便宜 你一定 以政府的角度買的比人家便宜 一定拿出來講 因為買別人家貴很多 那不敢講才要藏起來嘛 好那麼其實在選舉前呢 任何一件大事都很有可能會左右 當天的選舉 我們就來看到的是在選舉前 像是7月份 7月8號就遇到了安倍遇刺 那麼後來8月1號就柬埔寨的詐騙案 3號裴洛西訪台 4號這個時候呢 這個共軍也是在威脅我們喔 實彈演習 另外還有台大撤銷林志堅學位的問題 在8月9號 陸陸續續呢 還有說像是全黨挺林志堅啦 疫苗採購的問題啦 中介法臨時踩刹車啦 還有這個前幾天的林信吾的殺良警案 然後到了昨天中華大學要撤銷林志堅的學位 各種的大事都很有可能會左右選情的 那麼游英龍就特別說了 每一件都是眾所矚目的案件 也是連帶影響地方的選舉 今年選戰有沒有可能會上2018年 全國性的因素 決定地方的結果呢 好有沒有可能呢 其實這也是我們都要在持續的觀察的 那麼總統蔡英文今天有幫這個蔡啟昌站台 不過對於外界關心的像是殺警案的部分 以及他過去力挺的林志堅的論文案 現在呢就連中華大學也認定抄襲 他是沒有回應的 藍英就炮轟 當初你說要謙卑謙卑再謙卑 如今很傲慢 蔡英文談殺警案似乎非常的關心 但是對於殺警的兇嫌被判死刑而不執行 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當司法判決死刑定驗的時候 行政單位不執行 其實是妨害司法的公正以及獨立 蔡英文要民進黨全黨上下 袒護林志堅論文抄襲 對抗台大 現在中華大學也認定林志堅 另一篇碩士論文也是抄襲 蔡英文只好裝聾作啞 我想一個黨主席一個總統 做到這樣子的窝囊 真的令人匪夷所思 蔡英文自己上任的時候 曾經特別的提到 要建構所謂的社會安全網 而且治安問題也是她最在乎的問題 但是現在台南兩個圓警慘死 而殉職圓警的家屬到現在憤恨難平 蔡英文是如此的傲慢嗎 她不是說要謙卑謙卑再謙卑嗎 面對殉職圓警家屬的他們憤怒的呼喊 蔡英文竟然沒有任何的回應 這是多麼一個殘忍 而且一個多麼這樣子的漠視的一個態度 面對兩所大學都認定林志堅 違反學術倫理涉及抄襲 蔡英文你的態度是什麼呢 嚴重違反學術倫理 這樣的一個嚴重說謊 這樣一個嚴重的違反政治人物的誠信 而且是由你蔡英文親自來提名 力挺背書的林志堅 你為什麼都不敢講話呢 難道不要跟社會大眾道歉嗎 難道以為你眼睛閉上耳朵污上 這件事情就不曾發生嗎 我們來看到的是林鼎超 今天掛出跟國民黨兩大母雞 這個侯友宜跟盧秀燕的合照 那麼還印有巡龍高手四個大字 他表示2018年台中市長的選戰 盧秀燕擊敗的林家龍 根據最新的民調 侯友宜很有可能會再度擊敗林家龍 所以他用巡龍高手來暗喻 這個民進黨的林家龍 可能要再敗一次 有趣的雙關讓網友也是掀起討論 而平朝綠燕點名要求要表態 到底會不會選2024的侯友宜 最近在接受媒體專訪時 首度鬆口說 很多事情雖然有規劃 但是也不盡然會照規劃來走 只能夠把握當下 對此林家龍就找到機會回擊了 說既然都已經規劃好未來了 就是四年的任期嘛 那麼未來可能就要去選了嘛 事情是這樣子嗎 如果是的話就要跟市民講清楚 說明白 不要說票都投給你了 後來你落跑了 大酸好有疑要有另外規劃 市長您被認為是2024總統大選的 熱門人選 那您的競選對手林家龍也不斷指引你 當選後不會做好做滿 可能會中途落跑參選下一屆的總統 我能夠做的 我們全力以為把它做好 至於明天也許有很多事可以規劃 但是並不盡然會按照你的規劃做 所以我會努力的就按照我既定的 好好做事的態度把握當下 因為我們選舉就是說有任期制的 那我們來爭取服務新北市民 一任是四年 那其實規劃就應該是如此 那竟然會講說很多事情 不一定按著規劃走 那表示有四年之外的路 這個也就是我一直在質問 侯市長是不是藉由選新北市長要去選總統 那如果你要選總統也不要緊 你讓市民知道 或者呢我們投票就不要投給侯友宜 因為他另有可能的規劃 那投給林家龍 我承諾做好四年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 那特別是支持民進黨的很多的 這個綠色的選民啊 常常也會問我 他們覺得侯市長 也沒有呢 這個藍綠很清楚 那先前對他也有一定的好感 可是最近都回流了 回流就是說 那我們支持民進黨跟台灣的選民 為什麼要去投票給侯友宜 一來連任新北市長之後 他去選總統 除了落跑 這個有私信於民 那回來跟2024的時候啊 民進黨競爭這個總統 所以我覺得他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心 露出這樣的一個話語 就是人生還沒有按照規劃 可是你現在是在參選 你當然是要先這個規劃是四年 那你又說沒有辦法完全按規劃的路走 那你要走去哪裡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跟社會說清楚 不然很多人這一票投不下去 網紅四叉貓有踢爆 柯文哲在2018年的時候 辦這個台北燈會 結果有5000多萬的大黑洞 還說當時暗示廠商 如果柯文哲落選 可能就還不出錢來囉 對此柯文哲說要找法務局討論 更點名四叉貓說要告他 因為每天造謠實在受不了了 官傳局長劉憶廷則認為說 如果有法律問題遭走法律途徑 但整件事情是沒有貪獨不法的狀況 時隔四年再度重提 讓他覺得匪夷所思 市長 市長你這邊到底有沒有 那個登傑有沒有來建廠商 在選舉過後 唉唷 我跟你講喔 議員說你失憶 我真的要告他 我每天造謠受不了 我跟你講喔 我回去找我們的法務局討論看看 我真的要告這些人 每天造謠實在受不了 你是不是誰造謠 什麼貓的啦 好啦好啦 我這次真的要告人 我今天中午啦 就是那個聽到那個什麼責的 說要對我提告嘛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啊那他說他要回去找法務部演藝 我就想說 那我現在要表示出 我一個平凡老百姓 被台北市長提告 要表示出很害怕的樣子 還是要想說 啊沒關係沒關係 你就是先回去演藝 那個再決定要不要告我 反正我時間很多 我可以等你 但是你時間不太夠 你只剩下120天 最好快一點 不然的話你大概沒機會告我囉 我覺得他應該搞不太清楚 他要告的是誰吧 第一個就是錄音的是廠商 第二個錄音那個陳情的人 是那個沈志玲 就是那個王世堅的那個辦公室主任 然後我是幫忙分享講出來的網紅 然後結果他今天就只記得說 那個什麼貓什麼貓什麼貓的 但是其實往前推的人 他完全不知道 也不知道要找他們告 他大概我猜他大概是 選情告急 想要找一個網紅蹭聲量吧 我覺得就是想要對我們這些平凡老百姓施壓 我又沒背景我也沒要選 你談談一個台北市長對我施壓 怎麼樣欺負小老百姓喔 好我就讓你欺負喔 我再要哭給你們看 沈志玲那邊說 包括LINE群截圖 包括影片 甚至還有影音檔 他們說就是因為選舉還有90天嘛 一下子爆完不好玩嘛 所以沈志玲就說 他會按照節奏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慢慢丟 那我就看他 那個爆了什麼東西 我再幫忙推播一下 接下來科普一下喔 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喔 不會感染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 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 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肌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